大家好我是家富 看一下我手上的一个产品 这杯就是芝士奶盖葡萄冰沙 这款产品算是一个国内国外都会必上的一款水果冰沙产品 那它火在哪里 当年喜茶就是凭借着这一款多肉葡萄冰沙 打爆了整一个中国的一个市场 导致到其他的奶茶门店它都会上这款产品 那一款葡萄它怎么样才算是好喝呢 我们第一个肯定是要看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一定是要我们所认知的那种鲜艳的紫色 不能是暗黑色的 也不能是那种奇奇怪怪的紫色 像这一种的话 那个颜色就会给人家感觉到非常的一个天然自然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香气跟口感 早期的葡萄汁可能它的一个鲜果含量没那么高 香气也没那么的自然 所以我们会搭配大量的鲜果 特别是还要加入葡萄皮进去 让它整一杯口感更加的自然 但是现在国内的一个葡萄汁 它的一个含果量已经是很高了 去到70% 而且它的一个香气也会用到多种葡萄的香气去复配 可能会用到夏黑啊 玫瑰葡萄啊 还有香槟葡萄啊 这一种多种类的一个葡萄 进行一个高浓度 复合香气的一个葡萄汁 去做成一个产品 那它现在看一下这一款产品 它的一个颜色是不是很自然 冰沙方面 它的一个鱼鳞状是让人家非常的吸引的 然后再看一下底部果汁的一个汁水 也是我们所认知的葡萄的皮的那个果肉的那一个颜色 再到补上一层的一个奶盖上去 综合水果的那种酸甜力感 所以你整杯喝起来的时候 第一口就是葡萄的一个汁水 然后再到喝到冰沙 然后你自私的那一个奶味跟那一个葡萄的一个果味混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果奶的一个口感 那一杯东西喝起来有三种口感 肯定会火爆啦 现在我就教大家做这一款葡萄冰沙 先加入100毫升冰青茉莉 再加入40毫升葡萄汁 20克的冰糖浆 加入250克的冰块 把它们打成冰沙 把打好的冰沙倒入出品杯 最后加入汁水奶盖补满即可 需要原料清单后台滴滴我 准备 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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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